我想這一篇Premure,嗯,透過它的功能來做影像去背的一些幾,幾種方式,兩種 那我們先把素材揮進去 像這解析度如果不合的話,我們可以透過這個,這個 特效控制這邊,效果控制這邊,有一個,模型的地方 好,Scale我們就可以調大小 好,再透過這個Position去調整它的位置 OK 把它放在第二個影城 OK 那怎麼讓它呈現黑色的部分呈現透明化呢? 好,這邊有一個叫 特效這邊有一個叫KEY IN的地方 等一下,有一個叫RUMA KEY 選這個地方 OK 好,這邊去調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 好 可以去調整它的 效果 OK 好 就回到 這邊 動畫 動畫 再來是我們常見的動畫 綠瓶 好 綠瓶去背 一樣我們選 這邊有一個叫KARUKEY 脫衣心拿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D管 就選一下 然後 TOLERANCE 就可以把它調整它的 範圍 我們預覽看看 那大小一樣從MOTION這邊去調 好 那在這邊也是有一個 灰色的動畫 那一樣齁 我們 看這裡 一樣用COLERKEY 一樣用COLERKEY 等一下 然後 調整一下 好 好,預覽看看 OK 那簡單就是 教三種 影像區別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 這個 這個 黑色的我們就是用這個 LUMAKEY KEY裡面有一個叫LUMAKEY 這裡 好,LUMAKEY可以去調整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 綠色的 綠色的部分 你就用這個 COLERKEY KEY裡面的COLERKEY 做去背 好 OK 那以上 就先分享到這邊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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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